Shhhhh Hey yo 各位觀眾大家好啊 我是WING啊 Hey y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Benny啊 你人多不多欸 Shhhhh 来来来 一来就请我喝酒 对对对 谢谢 来今天你要做什么 今天我们来讲吃 与我们两个身形 这样不一样的情况下 外人看到我们样子 就知道我们是吃货 对 而且我们又是金流做货 对对对 他是Benny 他是他王 我们是万笨组合 金流男孩 好啦 进入真 进 哈哈哈 好啦 进入真题 今天的真题就是 这一个就是我上次在 那个米可思那边 就是走走逛逛的时候我就看到 哇 竟然出了 这样大的一个火锅 就是这个是懒人火锅 就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头套了的一个东西 对 以前的那种懒人火锅 就是小小的四方形这样 然后也要卖上二十多块 然后那个味道咧是 我吃了过后 我是觉得很难受啊 这样吃了那种 的味道 但是咧 在我这段日子里面咧 我就是有 试过了那个 中国的 重庆的那些 中国餐过后咧 我才知道原来 那一个不是什么所谓的 那一个是叫花椒味 它就会弄到你的嘴巴麻麻 这样子 所以我阿旺也爱上了 中国的一些中国餐 这样子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 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我就买来 拍来 给你们看 绝对不是广告餐 不是没有广告 这个影片没有广告 弄业配 但是我还是可以宣传一下 这个是海底捞的 然后这个是 麻辣嫩牛自煮火锅套餐 然后现在 乖子 哇 他先跟你先说声 嗨 然后咧 今天我们就借用场地 就是借用 Jasmine跟Findy的Studio 是不是 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这个Lilakuma 然后咧 呃 这边他就 呃 然后咧 这边他就写操作说明 内政餐具包一套 然后第一步是放食材 哇 看起来 有一个餐具包 放食材 这个是3米的 所以我们先把 等一下 拆开石料塑料袋 将各食物依次导入白色 就是这个 粉条最后放 诶 来慢慢拿 哇 哇 干锅干锅 这个味道了 OMG OK 然后他应该还有几样东西了 对吗 青油麻辣 火锅底料 老子只锅锅 一只火锅底料 哇 好像多东西 这个 这个是包菜 哇 酸酸的 来 倒入菜包 一点都不可以浪费哦 因为这个有点 OK 现在的阶段就是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料放进去了 OK 等一下我去水 阿谁 阿谁 谁 excuse me 要水 拿水 要水哦 谢谢谢谢 32号台 OK 白色 煮水 这个弄好了的 要放水进去 躺在我背头里当中 d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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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水了啊 不可以讲话啊 噓 不要讲话 第三 注水 放 炒热包 因为等下水进去了 它很快的就会 不不不不 来阿谁 多浪的 555 来死了 用人家地方 要叫人家做浪 黑色 挤得住水 不会OK 你啊 现在啊 听好好啊 要这样子 我倒了 然后你放下去 然后我盖下来 OK 来啊 1 2 3 要倒到住水尾 住水尾 OK 放 给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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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快点 走快点 OK 这是给大人倒的 小孩子不给 小孩子不要倒啊 现在我们就要等奇迹的时刻 看到吗 它都演出来了 现在是09 我们算它已经开始了 一个 两分钟啊 所以 19 19 20 所以差不多22分钟 我们再回来啊 有 看到吗 它都演出来了 哇你们看到吗 那个演 一直在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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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的咧 烧烧烧烧烧 烧烧烧 哦 我觉得差不多 等多一个三分钟 我们就可以开来吃了 哇现在那个味道真的是 跟我吃的那些 中国餐的味道差不多一样 哇 期待了 真的很期待 和你们 最近没 jerk啦 哈哈哈 吓哭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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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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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給我喝咧 OK我覺得現在差不多可以 開來看一下什麼情況了 你不要學我可以嗎 咩啥 這什麼意思啊 好啦 攔開 感覺好像可以啊 這樣可以的話 你覺得可以吃喔 所以吃之前我们一定要拿出我们的老妈妈 老干妈 老干妈 不是老妈妈 这个真的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吃的 这个懒人火超级好吃 来 现在要为大家尝一口先 尝尝一口 其实我很饿了 我没有吃到我去吃 好吃 好吃 真的好吃 好吃果菜是真的 真的好吃 在以前我们拍那个懒人火锅的时候 我们还不会吃 就是还不懂 原来就是中国重庆火火这种的 味道是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样上瘾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我以后不用跑这样远去吃 哇 再配这个老干妈一流 对 我还特地买了那个老干妈回来配 你们观众就慢慢看我们吃 我找不到那个肉真的是融融融掉了 哇 有肉耶 各位观众肉啊 老干妈也是王道 哦 这蒜还可以弄 哦 新鲜的 新鲜的 很好吃 我吃到不想讲话 除了拿鱼味啊 但是很好吃 嗯 吃得推荐 好吃 很好吃 你不会去厕所 下次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再加料 够力了 哇 这个老干妈 刚开爆一半不见了 你这样恐怖 哇 声音有一点变了 哇 不行哦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大家买来吃一下 对 那我们就快要吃完了已经 这是我们吃完了 是什么我们一接触了中国餐 我们对那种花椒啊 麻油啊那种 完全没有抵抗力 所以真的太好吃了 嗯 它现在还是烧了耶 主要是现在还是烧了 它烫很油但是还是想吃完了 哇 流汗了流汗了 我们来研究一下它的下面是 哇 哇 像包丢这样子 如果是很喜欢中国餐的朋友 推荐你们真的 试一下 绝对不会故意过你在外面吃 真的可以试试看 哇 你这样吃的 嗯 过力哦 吃完这个还要吃那个的 好啦 各位观众 其实今天叻 拍这个影片给你们看了 是 只是单纯想要 在你们面前做一下恶魔这样子 一定要在半夜看 半夜看你们才会出去 妈妈当宝宝的美食 因为哦 都是在拍这些恶整啊 然后 我是想要做就是 试试的一些 一些content 就是一些试试的content给你们看 就还可以介绍给你们吃这样子 这样特别然后这样好吃的东西 当然啦这样子的食物也不可以天天吃啦 就是偶尔偶尔可以试试看的 然后我今天试好这个咧 我觉得真的是 第一点很方便哦 你在家就可以吃到火锅了 对 然后第二点是它真的是很好吃 它的肉是新鲜的 然后它的料那些它的汤底啊 都真的是很像在外面吃 我没有两样这样子 好啦 所以你看到这边的话 我就跟你讲一声 真的是辛苦你的 看我们吃 对哦 就希望你们不会看到太无聊了 最好是一边看我们吃 然后一边自己也要吃一点东西 要不然真的是 会给我们搞到很饿的 对 好啦所以今天的这个 海底捞 懒人火锅 跟你们分享到这边了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真的是可以拿来试试看的 真的不错好吃 对 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各位观众 再见 不要忘记follow我的instagram 别离重新会